原本是要給大家生日慶生的 突然就是寫Marry Me 用在牆壁上 妳怎麼會想不開咧 也沒有要想不開 但是我沒有拒絕的理由 還有一個很玄的是 我還沒有認識她的時候 我有去求月老 然後我給 就是求月老三個條件 一個是不要太帥 我哪也太不帥了 第二個 一個是就是要高 然後第三個就是要有上進性 對 很上進 我每天都還在想 下一餐要怎麼辦 然後剛剛就剛好符合 差點不要扛 看你就傻哩傻氣的樣子 也是這樣子才敢求婚 來 說說看你求婚 你怎麼安排的 也是因為疫情 她那個時候來我家住 她被疫情最嚴重的時候 她叫人就說先回避一下 結果沒有回去 結果一待一待待 待了一年 然後我們這樣 回避就回避了一年 那這樣子就是有磨合相處 然後我的所有的影片 我也是影片王 她也變影片王 沒有 你才是影片王 我不是 我是影片王俊傑 我姓王而已 她也都會我的工作 那時候我們就 我覺得商譜商城很棒 我有三天熬夜都沒睡覺 她睡著了嗎 我就在看旁邊這個人想說 這個人會跟我走一輩子嗎 如果不會的話 我們這樣相處是不是耽誤她 不要浪費人家時間 對 我就這樣一直在跟自己碰撞 我當天就決定 好 我找時間要求婚了 她生日要到了 好吧 就她生日 可是我就是要三思 我怕我衝動了 後來我第二天也沒睡好 第三天也沒睡好 一直在想這件事 給自己加深信心 跟決定要做 不過說實在 她剛剛講說怕耽誤她 其實你可以多耽誤她一下 為什麼 她還早答應 她很年輕 她其實不可能講說她就老了 再耽誤我就老了 她23歲就答應她 快10歲 她20歲 她20歲 對呀 23歲 沒有沒有 她23歲 是不是 我現在25 現在25 對 對啊 她還是很年輕 你怎麼講 對啊 好有用心 我也是一個青年 我也是一個青年 接下來你的安排 接下來就衝了 她生日 我就在我家附近的飯店 很漂亮在淡水 我在飯店裡面 原本是要給她生日慶生的 突然就是寫 Merry Me 用在牆壁上 應該是說生日快樂嗎 對 原本是 說是嫁給我吧 對 在這之前 她餐點比較康是 旁邊我們住的一個 一家人 一家老小 隔壁飯店有一家 那個三代童堂來玩 看到我就說 阿香秋你不是淡水了 你怎麼還跑來住飯店 我就拿戒指給她看 我說我等一下要衝了 要求婚 那個阿嬤說 喔 強烈喔 強烈 我說你不要太大聲 她在下面喝咖啡 我待會兒把她請上來 她說喔 噓 不說 結果 我請她上來的時候 因為我裡面都有架攝影機 我要記錄這一刻 對 隔壁的房門剛好打開 一家三代童堂要走出來了 然後那個阿嬤很歡喜 說 喔 恭喜喔 我就這樣 我就這樣 一直眨眼 然後那個阿嬤又補一句 喔 就是她喔 然後那個媳婦 把她用權力推進房門 門關起來 外面剩一個弟弟 那個弟弟就說 弟弟忘記推進去了 對 弟弟在外面說 他要怎麼辦 好可愛 我不知道要幫那個弟弟 還是我要驚喜我的事 對 對 他也有聽到一句了 所以我好吧 趕快繼續打驚喜給他了 可是這裡差一點比較好 對 我快燈掉了 我聽到恭喜 就想說要恭喜什麼 對 嚇到我 所以當下聽到 嫁給我把什麼反應 你不會閃過覺得說 我還年輕耶 心情百分定耶 我是沒有 你怎麼想不開咧 我是沒有 也沒有要想不開 但是我沒有拒絕的理由 對啊 因為 因為已經住人家家裡一年 對 對 好像是好的 在沒求婚之前我就想說 也就是他了 對 還有一個很懸的是 我還沒有認識他的時候 我有去求月老 然後我給 就是求月老三個條件 一個是 不要太帥 然後 我那也太不帥了 對 超過的 他沒有洗對 可惡 第二個 一個是 就是要高 然後第三個就是 要有上性性 對 很上性 我每天都還在想 那個 下一餐要怎麼辦 對 然後剛剛就剛好符合 對啊 感覺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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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